封冰箱海上古道上方的山壁 上个月28号不慎遭受祝荣之灾 随后暂时的关闭 乡公所也着手展开了修复的工作 而经过了半个多月 监测山壁趋劲稳定 选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重新的开园 游客民众是络绎不绝 海上古道的魅力不减 上个月28号不慎遭祝荣之灾的海上古道园区 上方将近三公顷面积的山壁 岩盘趋劲稳定 但是烧成一片焦土的景象 似乎不减有客民众的性质 现场扔车潮不断 为了确保整个园区的油气安全 封冰箱公所灾后 着手展开修复之外 也由专业技师经过半个多月的监测 记录山壁岩城石块的变化 在整个盐盘稳定后 特别选在中秋节四天 廉价的首日重新对外开放 那今天18号正式开放游客 进入到我们海上古道 那我们因为前面 我们海上古道有被整个火烧山 还有零星的一些落石掉落 那现在游客进来 我们是一律要求我们游客 一定要戴上安全帽 不过由于火烧山范围相当大 因此以往只在海上古道时 佩戴的安全帽规定 现在则是全程佩戴 已成安全 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以前我们售票 售票也是在洞口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外面容易受到落石 那我们现在就把售票的位置 往后挪到后面 让游客能够进到洞内 这样相对的 这样就比较安全 那我们步道上面也在今年年初 也做了一些防护的防护网 风冰箱海上古道游戏区 载后重建设施设备及安全维护 防疫措施做好做满 即便遭逢多次天灾地变 但海上古道的魅力不减 游客民众仍络络不绝 记者石玉兰 风冰采访报道